新北市汐止行政中心的地下停车场 从民国96年启用之后 一直都是采人工收费 为了让民众停车更便捷 区公所规划建制车牌辨识系统 有关天下有线电视配合完成建制 现在呢 下工的民众进出停车场 只要一秒钟就能完成车牌辨识 既方便又快速 位在汐止区行政大楼的地下停车场 地下一二楼可以停一两百步的车子 对于到公所 护证 税捐单位洽工 又或者是到图书馆的民众来说 停车好方便 而科技时代原本都是采取人工收费 现在公所推动智能停车场 车牌辨识系统已经在今年一月上路 那这次我们也跟我们这边在地的 有线电视业者观天下 来做一个合作 那这个案子由他们来承拦 那在今年的一月中旬 我们就先进行一个试营运 在那个今年四月八号开始 我们也结合了悠游卡 那个让整个的停车脚会进场会更流畅 台湾大观平观天下有线电视 在地服务二十几年 那我们已经不再是传统的有线电视 我们大概积极打造 希望成为智慧家庭 智慧城市 然后数位汇流 在汐止的驱工所 在工部门 我们有做了第一件的 那个车牌自动辨识系统 汐止驱工所规划建置车牌辨识 及全自动缴费系统 观念下有线电视配合工程 建置完成 原本人工收费的能力 也能够做更有效的运用 尤其现在车子进出 只需要一秒就能够完成车牌辨识 缴费也很多元 如果没有零钱 四月也已经可以用悠游卡缴费 便民服务再升级 当然啊 感应的会比较快 那现况我们就是说 进来之后倒离开 其实不管进出的动作 事实上都是在一秒之内就可以完成 这个很方便大家在这样子 一个进出的时候 那个大幅缩短一个时间 那我们多出 那我们原来有三位同僚在这边 轮值的部分 那我们也是 透过这样子一个机制 这样子一个人力 我们也抽回去工所 来做更有效的运用 也希望各位乡亲 只要有任何需求 我们不再是提供有线电视 然后包括官民上网 然后我们也做了监控 社区的监控系统 那还有店家关怀 停车不用再打开车窗 按钮取票 又或者是停等缴费 停车更智慧便民 这三个月下来 使用率周转率都有所提升 这层慧玲西纸采访报道